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個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體內堆積垃圾會造成疾病嗎 今天醫師好辣就要來告訴你 如何調整體質 讓你成功清除體內垃圾喔 三位一人又有哪些疾病產生呢 黃如玉老師出書了 從步態看健康 大概意思是說從你走路的形態 看得出你健不健康是不是 對 沒錯 我們這次其實要提醒大家 雖然大家都覺得說好像自己會走路 可是可能你的步伐很重或者很拖 或者你就挺著肚子在走路 或者走路會晃來晃去 可能都會衍生一些身體的問題 這部書要詳細來看 恭喜黃如玉 身體裡面會累積很多的垃圾 需要急需的清理 不然恐怕讓疾病產生 今天醫師就來告訴大家 如何來KO這些垃圾病 正確調理體質 來 趕快來看 第一個 怕冷 怕熱 好頭痛 對症下藥 忍熱病 Out 有些人就是明明大熱天 就是很怕冷 就是很冷很冷 那有些在冬天就是 穿著一個小小的背心 就是覺得好熱好熱 那這個大概不是大問題 但是有時候你要小心 怕冷怕熱會不會是身體生病 我那天門診來了一對 非常有趣的夫妻 那天主要是老公來看病 然後太太也陪同一起來 然後那個太太一進來就 太太先講了 太太說我們家這數年 一直存在的一個 解不開的一個爭執 那就是他老公非常怕熱 他本身非常怕冷 他說他平常他老公去上班 他在家裡一定把那個窗戶緊閉 然後有時候還會開暖氣 就覺得說手腳非常非常冰冷 可是他老公只要一下班回來 就把窗戶打開 甚至要把它冷氣 就是說把空風然後吹電風扇 甚至還要開冷氣 到晚上問題更大 因為他們必須一起睡覺 那老婆都是那種大棉被 然後再就蓋著 老公都是穿著一條內褲 還在冒汗 那這個爭執 那心情好的時候互相討侃 你是不是來自非洲 你是不是來自北極 可是心情不好的 他們有一次真的為這件事吵起來 因為老婆就跟老公說 你又不是胖子 那為什麼那麼怕熱 你會不會有病 你也有病 我跟你講 現在不要講你有病 這三個字 因為接著老公當然很不爽 老公很不爽說 你才有病 接著兩個就真的吵起來 那這個當然爭執不下 到底誰有病 那直到有一天 老公最近那個工作壓力真的很大 老公最近突然出現那個 心悸手抖 然後心悸手抖 然後那個覺得有點喘不過氣 老婆突然心裡高興了一下 這終於證實是老公有病 不是 不過他一折一洗一折一憂 老公又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萬一這個病真的很嚴重怎麼辦 所以決定就來帶來看門診 那我一看 看了一下他整體 的確這個老公其實瘦瘦的 不是那種胖子 那真的是手抖 心肌心跳到快要一百下 血壓也比較偏高 那我就把整體抽血壓檢查一下 跟我想的完全一樣 就是那個叫做 但甲狀腺抗菌只要不是甲狀腺癌 其實不是很嚴重的疾病 大概我就後來把它轉整到 那個新陳代謝科 去掃一下那個超音波 然後治療 可是他太太來看的時候 來陪他來看 我覺得 那我就說你也掛個號 我幫你檢查一下 然後我發現後來出來 他血色數只有八點多 貧血 嚴重貧血 然後那個血壓也很低 只有八十幾 他太太很怕變胖 其實都不太吃肉 他沒有吃素 可是他是不大動的人 那也不吃肉 我覺得那個叫 所以他會非常非常的嫩 那我說太太也要補充一些 我跟他太太講說 你可能那個再多吃一些 優質的蛋白 我跟他補了一些鐵劑 然後開始運動 我說你三個月之後 我再幫你再來整體再看一下 三個月之後 那個兩夫妻再來看我們整 兩個心情好愉快多了 會開玩笑 他說長久以來 我們一直以為對方有病 後來謝謝洪醫師幫我們證實 那我覺得會開玩笑 應該是心情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真的很怕冷 怕熱比較嚴重的話 來看醫師 醫師會幫你們證明 你們兩個都有病 其實這個夫妻都存在很多 對 就連我就是這樣 我們出完外景回來 曬了一天太陽 晚上睡覺一定是 尤其是關節部分 就膝蓋這邊 對 那就很熱 會熱心一看 剛剛不是開冷氣嗎 柔安就把它關掉 對 就是剛剛活動 還有人循環不一樣 有些比較會運動循環比較好的 其實會比較怕人 他一直給人家感覺就是 永遠的人一直都說 你缺血 對 女孩子其實很多缺鐵平血 還有營養不夠 女生大部分都是 剛剛有提到 都手腳冰冷 那我之前遇到一個朋友 他也是手腳冰冷 非常非常嚴重 那他就是最討厭冬天 因為只要冬天 那種什麼霸王級寒流 他就覺得整個晚上 基本上就是睡睡醒醒 後來有一天 真的就是又遇到這種 極度寒冷的這個天氣 他就想說 那乾脆他洗澡之前 先把電暖爐打開 因為想說這樣子 房間就比較暖 然後再加上他想說 乾脆來 就是把襪子 因為他想說洗完澡之後 因為他平常都會泡腳 就泡個10到15分鐘才去睡 因為這樣子可能 他覺得血液循環比較好 他想說這次那麼冷 他想說除了泡腳之外 他再烤個襪子 等於說他就是泡完之後 直接把襪子穿起來 趕快去睡覺 這樣也許他就比較好入眠這樣子 結果洗澡洗澡一半 他就聞到燒焦的味道 結果後來就趕快衝出去 你就發現那個暖爐已經燒起來了 好危險 對 其實真的差點家破人亡 大概洪醫師是 只是夫妻吵架而已 那個真的是 所以他就經用那次之後 他就整個嚇死了 後來就改成用暖氣 就不敢用這種電暖爐 那至於說這樣子的 如果你本身也是屬於這種容易 手腳冰冷的女生的話 其實會滿建議多吃一些 辛香料的東西 像現在大家很流行吃 薑黃粉 或者是吃一些 這些可以促進我們血液循環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多 可是有人在講說 羊肉是不是可以改善女生病 羊肉也是屬於比較溫熱的這種 就是選擇這樣 紅肉 其實不只羊肉 像牛肉 豬肉 羊肉 這些 來做一個選擇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男生 就是像剛剛瓜哥講的 身體就很燥熱 一年四季都在冒汗 這種比較燥熱就是 多吃一些瓜果類 像夏天有的 什麼 或者是像一些 這些瓜果類 或者是可以喝一些蔬果汁 都可以幫助她 做一些體質的一個調整 但是女生還是盡量 少碰瓜類的東西 對 可是如果男生 比如說剛剛講這個男生 他身體比較燥熱的話 真的嗎 女生要少碰瓜類嗎 因為他會 有鼻子 有鼻子 手腳會冰冷 是… OK 剛剛一直在講寒跟熱 那我就解釋一下 什麼叫冷底 什麼叫熱底 一般冷底的人 會有的表現就是 手腳容易冰冷 女生躍進來會肚子痛 女生很容易便秘 那男生如果冷底的話 就很容易拉肚子 而且很多男生也很煩 一大早起來要大一次便 大便都比較軟 吃完早餐要再大一次 然後出門前要再大一次 老婆都化妝化完 他還在大便 真的很煩 所以那種就是男生 而且都不成形的 都軟軟散散不成形 對 那這種人來源呢 很容易就是因為 剛剛講的瓜類的東西 吃太多就會變成冷底的 對 那這種人怎麼辦 其實也很簡單 而且也很幸福 你到冬天就 這些多吃一些 就會比較好 過癮 對 原理就是幫它平衡過來 但吃過頭又變燥熱了 那燥熱體質的人 就是燒烤辛辣油炸 這些吃太多 比較上火的東西 炸的 對 在晚睡熬夜 通常講的五辛煩熱 通常都是晚睡 引起的陰墟火旺 我們講的叫 或是有一種類型的人 叫更年齊後的 也是水比較不夠 引起的火氣太大 通常覺得 心裡會覺得悶悶熱熱的 那手腳都很熱 那到晚上睡覺會倒汗 這種類型就是虛火型的 那燥熱體質的人 大家直覺會想到 要吃冷的東西 就什麼苦茶 涼茶 青草茶 菊花茶 喝下去應該火就會退掉 但喝多了又變得比較冷 所以現在人真的 一冷就喝糟熱的東西 所以體質變得越來越極端 現在有個案例 就一個大概65歲的女性 她走進來 其實人看起來就浮浮泰泰 有點胖胖的 就走進來 一坐下來就說 陳醫師我下面好冷 後來她就跟我講說 她在辦公室裡面 都要放冷氣 她一進辦公室 一定要先把溫度調高 調高到她的同事都生氣了 但她調高以後 就算有一點點溫度 比較低一點 她還是要穿毛襪 戴毛襪 戴毛襪 要穿個羽絨外套 坐在那邊辦公 隔壁的同事還吹電風扇的 可是我看她外觀不太像 因為你說服服太太的人 又是這個年紀的人 到底說應該要非常燥熱才對 怎麼會這麼冷 那麼就繼續問下去 她說其實她以前是個運動員 所以身體非常的好 那到了四十幾歲 五十歲的時候 進入更年期了 就開始冒汗 對 開始覺得很燥熱 五清煩熱都跑出來了 晚上睡不好覺 她就聽朋友講說 妳就太燥熱嘛 所以就喝一些冰的就好了 但她就每天幾乎都在喝清草茶 而且喝冰的東西 前幾年也都沒事 喝到大概接近六十歲的時候 突然發現她開始怕冷了 手腳開始冰冷 然後開始要穿毛襪 開始要穿外套 她就發現不太對 就開始吃一些溫補的東西 想要把它補回來 結果一隻補的東西下去 嘴巴破 口乾舌燥 甚至口臭 長痘痘 又跑出來了 她覺得非常奇怪 到底該怎麼辦 就跑來看診 那後來推敲她的體質呢 就是現代人的一些習慣比較不好 可能吃得比較精緻一點 燒烤大的油炸吃太多 又晚睡熬夜 所以大家想一下 火會往哪邊跑 乾火 往上對不對 火就往上跑了 她是冰了東西下去 冰的東西會在哪裡 脾胃 對 所以她的體質就變成 所以溫也不對 冷也不對 所以她一喝冰了下去 手腳更冰冷 雖然遭熱好 但是更冰冷了 吃熱的東西進去 雖然溫補好了 但上面更熱 太超過了 還有一個重點是 所以後來就建議這個大姐說 你有空多出去走走路 也不要吃太熱的東西 也不要吃太冷的東西 正常飲食就好 多走路 藉由自己的循環 讓你的寒熱自己去平衡 後來沒多久就好了 身體就平衡了 可是像陳醫師講這個 我覺得我自己 親身的經驗模式是 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不怕熱也不怕冷 你知道我們的工作就是 比如說大熱的天要穿古裝 戴頭套去拍戲 夏天穿古裝也不流汗 很多女生都不會流汗 對 然後冬天呢 穿短袖短褲出門也不會冷 然後一直到了去年 我真的不相信 因為我個人深信樂觀 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不會遇到有這樣的 而且我媽媽也沒有 人家說這有遺傳 然後我一直到去年年底開始 冬天就怕冷 而且冷是冷 那種就是明明穿很多 手和腳還是冰的 然後我陪著就跟我說 年紀到了啦 也該更年期了 我就覺得死都不願意承認 我就跑去看醫生 我就去看婦產科 那我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說他檢查之後他就說 的確是有一點更年期症狀 那時候我眼睛瞪很大 我想說你再跟我講清楚一點 他就說但是我覺得 你現在年紀有一點早 他說不然叫我開點藥給你 讓你稍微調理一下 就是不要這麼早更年期 再講他延後個一兩年這樣子 所以我就吃了醫生開的藥 然後做了調理 就稍微就變得比較好一點 像現在夏天也沒有這麼熱 不然去年你知道冬天 冷的時候很冷 熱的時候很熱 就那很極端的那種你知道嗎 就自己都覺得自己已經 不知道身體上出了什麼問題了 妳現在有延後吧 有...我現在延後了 真的 我就很乖乖的聽醫生說 然後他又很自然的延後 醫生說最好大概五十一歲以後 我不太了解 女生更年期前跟後的影響是什麼 不過我們古書寫的是四十九歲 因為總有個週期理論 女生每七年一個週期 那到七七四十九 七七四十九 順水絕地到不同型化的物質 就是妳的性荷爾蒙的部分 就會變得比較低了 所以現在人大概會提前個兩年 所以我覺得說大概四十七到四十九 甚至厚到五十一都還可以 就是往前往後推這樣 對...都還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我的意思說 不一定要有燥熱的症狀嗎 有沒有 就像人到最後的階段 不一定要很痛苦的走 所以你應該講得過嗎 陳詩佳老師也要好好聊天 真的喔 看更年期也是喔 你到要停經那一刻 有可能最後一滴血停了 你就沒有感覺就這樣 就沒有血了也可以啊 那基本上像更年期的 剛剛講的是中醫的部分 那其實像我們西醫來講 這個更年期除了就是 你月經週期不規則 就可能再搭配年齡 歐洲人大概是五十歲前後 但是亞洲人可能會到五十五歲前後 所以就會delay一點點 那我們在診斷更年期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除了問症狀之外 很重要是要可以檢查 體內裡面的女性荷爾蒙 就是所謂的E2 這荷爾蒙然後去看 有沒有分泌的比較少 再來就是所謂 腦下垂體分泌的刺激性腺的荷爾蒙 是比較提高的 但是有沒有都要治療 基本上是看它的症狀 因為我們知道 假設要使用更年期的藥物 除了症狀治療之外 有些人會考慮使用動物性的 這個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 那可能要小心像乳房 乳房會有乳癌跟子宮頸 或子宮肌瘤的這個行程 那剛剛我這邊要提到 有一個案例就是 其實一個六十歲的一個女生 那她基本上五十歲就停經了 那停經就是她想說奇怪 她最近這幾年都是一直都有 這個症狀的症狀 然後她先生就覺得說 奇怪 怎麼會停經停這麼久 她已經都十年了 可是怎麼還會有這種感覺 她就想說她要來就診 另外又覺得她老公發現 她最近常常忘東西 忘東忘西的 然後也會覺得她就是 脾氣好像在更年期之後 這個這十年來就是 她的這個 那所以來這邊我們就幫她檢查 一個腦下垂體的荷爾蒙 跟她的女性荷爾蒙 發現不太對勁 她的這個 我們就幫她排一個 腦部電腦亂層 居然發現她的腦部 有一個這個 然後這腫瘤大概是 將近五公分左右 剛好壓的位置是壓迫在我們的 這個體溫的中速神經的部分 所以會影響到她的這個 體溫的感覺 那所以事實上 她這個是意外很少的案例 就是剛才聊了很多體質的問題 就是有人特別容易流汗 反過來有人是不太流汗 那這體質的問題 會跟她環境的溫度 甚至她的活動 也會有直接影響 那要提醒一下 我來舉一個例子 台灣有一個舉世 應該滿特別的活動 叫做 她說她平常可能一年走的路 可能沒有那五天十天走的路 她就整天這樣走 那現在大熱天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實際的氣溫 加上濕度去除以10 譬如說現在33度 那濕度又有70% 那就33加7 超過40以上 重暑的風險就大量增加 我們有一個去參加神明遶境 她走得到第三天她就倒下來 送來是還滿可怕的 就全身抽筋 她還有意識 那可怕是她連呼吸 都有那種抽筋的感覺 呼吸已經不太順了 其實這個就是有一個叫做 就是她流汗流泛 她是那種流汗流多的 平常稍微活動一下 所以她不喜歡運動 她說一流汗 一運動就流很多汗 一運動她就覺得很虛 那這一次平常都不運動 這走三天 所以她等於是水分也不夠 大量流汗 對 她會熱衰竭 那連把鹽分都流失掉 那就熱筋卵會抽筋 那其實我們常常會有一個誤解 而且也常常 我看大部分的民眾 會誤用那個中暑這個名詞 其實在醫學上 我們吸的 比剛才的熱筋卵 熱衰也更可怕 熱中鼠是 剛才的那個熱衰也熱筋卵 送來的病人是臉色常白 熱中鼠送來是全身紅通通的 體溫一涼就很高 39 40度 我們前一陣子有救了一個 41.8度的 這麼高 我們科學醫學上 如果超過42度 死亡率就超過80% 它是建築功能 那大家都知道 那建築的工地 其實那個環境真的是不好 它也沒什麼遮蔽 其實中午一點多 就開始工作了 那它又不通工 那它又流不出汗 那個奶油就要趕快 就是我們講 身體時間水 趕快散熱 電風扇 那所以這個要提醒就是 平常的體質太容易流汗 別人不流你自己一直流 或是該流汗的時候 運動該流汗 所以你流特別多 這就表示生理的代謝功能 是有問題 好 還是應該要檢查 那平常適度的運動 才能去做這個很好的 我們流汗是為了體溫調節 所以這個流太多 流太少 這個體溫調節出問題 嚴重就像剛剛講 有可能會致命 對 在蓋橋樑 蓋馬路的功能 它是沒得休息 有時候你看到馬路 就已經有 有幻影 對 他們還在施工 對 那個很容易就是中暑 對 其實濕度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那個公式 除了那個溫度之外 事實上是一個濕度 如果在一個悶 或說你要下雨 那個環境 或一個很悶的環境 非常容易中暑 所以說一定要把那個通風 如果說比如說在室內很悶 拿個那個大巔風扇 讓它通風 通風一天 整個濕度下降之後 其實中暑的機率就會下降 到夏天的時候 到晚上六七點 大家知道太陽曬了一整天 那個地表的溫度還是很熱 你會覺得說天氣已經變暗 太陽已經不見 還是一個很熱的 那你那時候還去跑步 如果你是那種 不散熱的那種體質 那個也非常容易重視 因為台灣海島型氣候 那個濕度又非常的濕 台北市是一個盆地 它是本身就一直濕度都很高 那你下午還去慢跑 其實是危險的 就像那鍋 你不點火又悶太熟了 對 不用點火有沒有 悶六個小時太熟了 就提醒就是台灣的夏季 對 就是黑暴力結合 那個結合的時候 就濕度大概到八九十的 對 那個就很可怕 就是總結一下 這個講體質因素 其實剛剛講 其實跟第一個 先排除身體疾病之外 那就是它會跟我們的 整個生活做起熬夜晚睡 或是我們吃的飲食內容 還有其實跟我們的運動 跟居住的環境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的體質 所以很多人來看診病人問說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其實你去看一下 細數自己的狀況 你會發現為什麼變成這樣的體質 那另外就是 剛剛講跟年齡有關係 所以體質其實是會變的 那也可以調理起來 因為之前我有病人 他六十幾歲 他是更年期之後 他變得很怕熱 他變很熱 可是他老公呢 到六十幾歲之後 因為身體變得比較弱了 反而變得比較怕冷 陽氣不足 所以他們後來 就是說他講說 就是有時候 我們晚上那個分房睡 並不是我們感情不好 現在我們 完全沒辦法冷熱溫差 我開二十二度 我可能還是蓋薄背 手腳要露出來 我老公已經蓋個羽絨背 然後因為太冷 他經常感冒生病 他老公最後受不了決定 還是分房睡 而且不要說分房睡 連吃東西都不一樣 他老公因為怕冷 想要去吃就是溫補的 去吃藥燉排骨 那去吃 他想說因為他吃那會上火 他說那我吃個麻油麵線就好了 就麵線拌一點麻油 所以他一吃回去 就睡不著覺 然後那個牙齦就腫起來 所以後來他說你自己去吃 我不陪你去吃 所以他們後來吃東西 都各自吃各自的 所以其實我剛剛說 體質其實是會改變的 但是我覺得剛剛其實 陳醫師有提到 其實現代人大部分的體質 都是寒熱挫雜 其實你會發現你其實 經常是所謂的上熱下寒 所以你想那要怎麼吃 你如果吃一些青草茶 吃一些退火的 一吃可能很多女生很明顯 就覺得那次月經來就很痛 或甚至有些月經就延後了 那你想吃補一點呢 又怕怎麼樣上火 可能冒痘冒的更嚴重 所以可以推薦它 一個很好的食療 就我們把四 這個時候補 就我們還是要補 但是要平補 平補 所以推薦它一個叫 四神湯是一個補皮味很好的 而且它是平補 那我們一般四神湯 湯裡面的材料有 那我們用的湯是什麼 大腸 那我們今天不要用大腸 因為大腸膽固醇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改成什麼 用冬瓜跟排骨 好 放冬瓜 那為什麼用冬瓜 因為冬瓜是什麼 瓜類它其實是清熱退火 那剛剛說你有上面的寒 所以你用瓜類 你加點冬瓜 然後我們為什麼放排骨 因為排骨其實跟四神裡面的材料 它都是一個平補的 而且我們中醫說 這個骨固腎氣 排骨可以固腎氣 那再加上 這四神湯裡面的山藥 蓮子現實補藜 對 它其實可以補皮味 而且它是平補 那為什麼要加那個排骨 如果不加肉呢 可不可以這樣 也可以 也可以不加肉也OK 因為它這樣吃還是有點多 可是你不加肉 就沒有那一點油的那個 對 就是它的口感上 沒有那麼好 但是當然如果要養生的話 我們可以把排骨拿掉 直接就是冬瓜四神湯也可以 或者是做那個瘦肉片 瘦肉片 也可以 對 沒錯 接下來看 全身身鏽好痛苦 切中要害趕走僵硬病 基本上現代人 幾乎就是十個有九個 都是僵硬的 那不管是經常會閃到腰的 或者是就覺得全身頂扣扣的那種 比例非常高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 如果是男性的話 很多是跟 因為現在大家都久做 然後都運動量都不太足夠 所以身體的循環都不太夠 所以男生柔軟度不足的時候 就很容易受傷 那女生我們會看到的是 肌肉量不足 就是變成你重複性的 在一些負重 或者是抱小孩 或者是擦拭 這種重複性的工作 它就會讓你的骨骼 關節肌肉這邊過度被使用 然後就出現僵硬緊繃 這些痠痛的問題 那我們之前就看過 就是一個男性 他其實就是平常開車 也是正常 也不過就是轉身 要從後座拿他的公式包 就這樣一個小動作 然後這個整個右邊的這個 從腰到肩膀 然後到頸部 就是有一種扭傷的感覺 可是那種扭傷的感覺 它其實是 好像回來就開始覺得 不太對勁 很多人一開始的時候 都不太會覺得說 就是卡住了 可是到後來他就覺得 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嚴重 然後就會俗稱 比方說 然後就會有懷疑說 為什麼我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沒怎麼樣 可是為什麼是後來 才慢慢慢慢 就出現越來越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範圍就越來越擴散 那其實就會跟他平常 因為太少去活動 尤其是這種 扭轉的動作 他需要很多很多肌肉的協調 那這些肌肉 因為平常都沒有在用它 平常就是工作可能 只有一個動作 一個姿勢 然後很少在活動 所以他只是這樣拿一個東西 然後公式包可能 稍微重一點點 這樣提舉的姿勢不太正確 然後肌肉就有點被撕裂傷 是 所以有時候去看谷歌 他就跟你講 你不能拿重物 你不能翹二郎腿 你不能突然間回頭 我們常常開車 可能這樣拿個東西 對 好的 對 就是人家這樣 對 抽筋 抽筋抽得最多了 那通常大家就是有發生過 可能覺得過個兩三天就好了 可是它就是發生了很多次 然後到那一次 它過了兩三天之後 怎麼不會好 開始就是可能就是去按它 然後去熱敷什麼 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它這邊其實真的 就是真的是 對 就比較不是大家想說 會兩三天覺得好的這種問題 我們上次有一個急診病人 年輕的上班族 他就是類似像剛才講的 老闆就從後面拍他 要交代他事情 他一轉 他就被他 脖子也扭傷 腰也扭傷 腰也扭傷的動物 對 那這個就是他平常不運動 那也沒有做這些伸展 事實上我還是建議 至少再怎麼忙 睡覺前或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至少在床上扭一扭 稍微拉開 這樣輕骨 其實那個是做得到 我舉個例子 像我太太平常 運動量也不太夠 女生有時候不方便 有時候沒有到洗髮店 她自己洗頭 她光洗頭了十幾分鐘 一直彎著頭 等一下腰就 聽不起來 就聽不起來了 我以為只會我 只有我會這樣 女生會這樣 對 所以 因為我們平常是這樣 都是低著頭 可是當低更多 時間持續更久的時候 她的腰部 脖子的負荷 其實都是相當大 像剛剛兩位醫師講的 可能有一個動作 或一個伸展 突然間就覺得痛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在日本流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是躺在 就是睡覺 然後一起來我發現 我全身不能動 我一動我就痛 一動我就痛 我真的連那個腳 因為你眼睛睜看著電話要求救 你也夠不到 然後那個行動電話就放在 你在床上是不是 在床上 就起床 然後要下床的時候就發現 我連半身 整個都完全不能動 我只要一動我的整個 就是會痛 就痛 然後一直 我從早上真的就 當天也就無欲緊 沒辦法請假 就這樣一直躺 一直躺 就一個人在那邊躺到傍晚 整整一天 整整一天 對 然後我才稍微能夠活動 我趕快拿電 就能夠活動 然後我就拿個電話 就打電話給我那個 就是我的監護人 因為有個保證人 然後他就過來救我 然後我去送到醫院之後 他們說是 發炎 他先打了藥 我不知道他打什麼 就比較 那應該是就舒緩了一些 然後就貼了一些 然後之後他要我 以後回去做一些復健的 就是牽引 按摩 電療這樣子 那可能那時候也年輕 後來就好了 可是一直到四五年前 因為家人生病 我就要照顧他們 就慢慢發現就是 自己也沒辦法 對 我覺得我那個就很痴癒 越來越痴癒 對 所以剛剛所講的那個症狀 就已經都在我身上了 那所以平常要 其實做運動 不是只是長跑或重訓 那個伸展要做 我們先請來黃露玉老師 對 我們基本上伸展的動作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要花時間 多花時間要運動很麻煩 然後我們現在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就是其實坐在位置上 你現在就在看意識好拉的同時 就可以開始做的 那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上半身的伸展 然後會讓你比較不容易 這個常常落枕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們可以把手就是合起來 往上拉 然後你就整個手是往上拉的 稍微扣住往上拉 然後頭不要往前 頭回正 然後手盡量靠近耳朵 手盡量靠近耳朵 然後身體往上延伸 肚子收縮 好 然後我們現在把手慢慢打開 變成兩邊 然後像一個蝴蝶一樣 然後我們的手肘輕彎 就輕輕彎 然後往後 放到身體的後側 然後會覺得肩胛骨是被夾緊的 有嗎 夾住你的肩胛骨 然後就稍微停住 然後這個動作 好 然後再慢慢下來 然後手放鬆 然後這算一個循環 我們可以做十個循環 像這樣子 做十個循環 就是妳看電視可能慢慢這樣 很很穿 對 往上拉 然後往後 對 然後把肩胛骨夾住 那這個是一個動作 那我們可以做兩個動作 另外一個動作一樣 就是把手放在我們的肩膀上面 然後我們一樣是做畫圈的動作 那這種畫小一點的圈圈 我們去讓它這樣子整個 對 把它往前往後 然後往前 對 然後可能會聽到 那個沒有關係 輕做 速度放慢 不要太快 然後我們進來的時候 看妳的手肘有沒有辦法 彼此就是碰到對方 對 兩隻手肘 好 然後 你在什麼狀況 你在什麼狀況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比較僵硬 柔軟度沒有那麼好 然後你讓它碰住 然後再轉 再轉 我這樣子碰的時候 會有一邊的肩膀後面 特別痠耶 對 那邊是因為 你那邊是要把它拉開的 就是那個肌肉 是在展開的時候 可能是衣服太急 衣服太急 對 有一個背上的背的肌肉 會特別痛 整個熱起來 在家裡做做看 如果真的 你要聽老師的話 你每天這樣做 我相信妳持續一個月 它已經是不鬆開 對 對 身材臃腫 超困擾 這大家都很困擾的 針對類型 擊退肥胖病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到底小時候胖 到底是不是長大真的胖 你應該是吧 對 我在想說 我就舉一個 我最近的一個臨床案例 有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大學信仙 她女兒其實剛考上大學 然後來的是來看我的門診 那這個一進來 那個女生大概 就一般的身高 大概幾公斤非常胖 那一進來她就坐在我的那個 診療椅那邊 她就都不說話 很自卑 很退縮 那媽媽就講 我女兒 醫師妳一定要幫我檢查看 她是不是生病了 她說她總共 她們夫妻兩個是一般的體型 那生了三個小孩 老大老二都長得就是瘦瘦高高的 都很健康 可是她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老三這個女兒 她從小就 因為她是跟她哥哥姐姐年紀差比較大 所以她哥哥姐姐都去讀書了 她們全家其實她爸爸媽媽都去上班 那她家裡就有一個保母照顧她 那保母非常疼愛這個小女生 每次去他們去那個菜市場採買 去傳統 都會買一個那個煮熟的那個雞腿 給那個小女生吃 那這樣吃著吃著 她覺得到了上幼稚園的時候 都比她的 比她的同齡的那種小朋友來的大隻 就比較大隻 那反正小時候她覺得 那個養得很好很健康沒關係 那到了那個小學的時候 因為她已經那個養成那個 食慾比較旺盛 到小學的時候 他們那個學校那個營養午餐 她都要要求 她都要吃兩碗飯 那到了國中 那國中之後可能那個 她自己就會迷上了那個家 叫麵包 她很喜歡她 她女兒每次到下午 那個肚子餓 就會開始吃大量的麵包 可是到了這體型 就這樣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到了高中她 因為肥胖 因為整個肥胖 女生會被取很多不好聽的 的綽號 然後也社交 她就很退縮 體育也不行 就更不想動了 到了考完大學了 大一 那這時候已經到九十幾公斤了 那媽媽總覺得這樣不行 這女兒怎麼辦 要怎麼嫁出去 那就她要證明一件事 到底她女兒是 還是生病的 我聽她這樣的 從小的這樣飲食習慣 我覺得這是很典型的 事實上 就是我們講從小的那個食物 養小朋友 你養的那個食物 跟她的運動 這個是不對的 那後來我抽血整個看起來 她很多那些 我們四十幾歲會出現的那些 那些像一些什麼 三酸膏子高 膽固醇高 而且她血糖 她血糖已經高到兩百二了 一般我們正常血糖是一百以下 到一百二十六叫糖尿病 空腹血糖 她媽媽也很難接受啊 我覺得她寧願 她本來是要我證明她媽 只是吃太多肥胖而已 並不是生病 那真的是她後來 就真的生病了 那我跟她講說 其實還來得及 她現在真的努力 把那些什麼麵包 甜食 那些真的把它戒掉 我開了 因為血糖真的太高 我開了一點簡單的 那個降血糖藥給她 其實我叫她努力去運動 去改變她的那些飲食習慣 大概過了一陣子 其實半年過去 她就降了15公斤了 那整個那個來的時候 她整個我快認不得了 真的是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那她血糖也整個都降下來的 那因為我血糖藥還是開了 帶一個很輕微的劑量讓她吃 我跟她講說持之以恆 在繼續運動 那你會發現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的 那個長大的肥胖 是小時候這個過程當中 她在從小朋友到青春期發育 當她長大的時候 我們現在實在太多那些什麼 零食 飲料 甜點 蛋糕 這個真的會變成小時候胖 長大真的胖 而且是生病的胖 所以大家真的要 尤其是爸爸媽媽媽 家裡有小朋友 要特別養成他們正確的飲食習慣 像其實剛剛洪醫師講的 那個體重變胖 其實以年輕的來講 很少會發現是糖尿病 那糖尿病畢竟還是在40歲 50歲以上的疾病 那我這邊其實有一個案例 是一個40歲的 一個在夜市擺攤的一個 一個算是姐姐 那她在那邊擺攤的時候 因為她只好 大家去逛夜市的時候 對不對 都會想要幹嘛 就想要喝涼的 喝那個飲料 那以前我們 她比較古早味 她喜歡喝什麼 楊桃汁 她自己本身在那邊 隔壁攤就是楊桃汁 所以那個常常一天晚上擺攤 然後到這個兩點收攤 要結束回家的時候 她大概都喝了兩大杯的楊桃汁 大家知道夜市都喜歡買那個 最大的尺寸 就是857公斤 超大尺寸 超大尺寸 那她一天就喝兩杯這樣子 然後她喝了10年 然後就是她發現 她這10年後開始的體重 可是她最近覺得不太對勁 她覺得最近精神特別不好 然後覺得這個尿尿就是很多泡泡 然後再來是她覺得 她按壓下去的時候 她的皮膚 感覺就是會有這種 壓下去叫按壓性的水腫 而且回彈不了 然後她多了這10公斤 她就很害怕說 她是不是有什麼慢性的疾病 一開始她就先去看了這個佳醫科 佳醫科幫她驗尿液 幫她驗腎臟功能 因為怕是不是水腫 我們都擔心腎臟功能的問題 驗到尿尿裡面 有三架的尿糖 跟三架的尿蛋白 這個 然後抽血發現她的 這個正常人是90 90分以上 她只有10分 因為她是一個糖尿病患者 而且她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再來是說 她這10年來都在喝這個羊桃汁 而且羊桃汁都過量 那羊桃汁裡面有一個成分叫做 草酸是在世界衛生組織 被認定是一個對腎臟有害的物質 尤其有這種慢性腎臟 肾衰竭的人 絕對是不能喝羊桃汁 那像這樣的案例其實很危險 就是說她 她假設繼續再喝下去 她有一天她可能就是 在夜市擺攤就昏倒 就是一個急性的肾衰竭 然後合併尿毒症 送來醫院急診 這個非常危險 我簡單把肥胖分為三大類型 那第一類型叫做皮濕水腫型的 那我覺得第一種類型是 為什麼社會會害你呢 因為現在的飲食都太精緻加工了 精緻加工以後 我們身體裡面累積了太多的廢物 以中醫的角度來看就叫做濕氣 所以皮膚夾濕這種水腫類型的人 除了你體重會越來越多 累積太多垃圾 越來越多以外 女生很容易分泌物會比較多 換季的時候會皮膚癢 尤其這一兩年很多人 手會長一些小水泡 手腳都會長小水泡 叫汗泡疹 也都是濕氣太多 再來有時候臉色容易暗沉 像長痘痘疤痕痕就消得比較慢 這些都比較屬於皮虛 皮濕 水腫型的類型的 那這種類型很簡單 你只要戒甜食就好了 那甜食大家會以為說 不要加糖就好了 那其實不只是糖這麼簡單 比較精緻加工的東西 像蛋糕 麵包 餅乾 糖果 零食 這些就像是鹹的東西 也都叫甜點 所以盡量不要吃 生活沒樂趣了 對 那就有人會說 那我水果也不要吃好了 那其實水果的糖 因為現在很難買到不甜的水果 很多人就會說 水果太甜都不能吃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你只要記得榴槤 葡萄 那種比較精緻還有西瓜 這種纖維比較少的水果 少吃一點 那水果纖維高的話 它升糖指數就會比較低 這種水果是好東西 所以你不要本末倒是 所有的甜群 連水果都不敢吃 反而會胖 那第二種類型 叫做氣血虛弱型的 那我覺得這種胖的人很可憐 而且很冤枉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你很像吃很多才胖的 每次去聚餐都叫你不要吃 你明明很餓 明明平常已經吃很少了 還變胖 為什麼氣血虛弱 你會很容易變胖 你想成你這個身體運作的機能 越來越差了 你隨便放個東西進去 身體很久沒有看到食物了 所以趕快把它吸收回來放 所以這種人很常發生在說 工作比較勞累的人 吃飯比較不規律 對 像說本來以前都是12點吃飯 結果現在12點不能吃了 到2點才吃 結果明天又變成11點提早吃飯了 身體就有點錯亂 對 那代謝會變得不穩定 就像說老闆這個月5號給你薪水 下個月15號給你薪水 那你5號到15號怎麼辦 那現在再看到的險數 趕快存起來放 人體對於能量的運用也是這樣 所以這種人很可憐 但他又聽人家講說 要減肥就不能吃飯 所以他就越吃越少 就越吃越少 身體越來越虛 這種人很簡單 然後正常的吃飯就好了 反正就矛盾 我明明已經這麼胖了 為什麼他要吃飯才會瘦 其實你就想這個原理 對 你是身體太虛 代謝太慢 你就給他能量 他就會瘦了 OK 那第三種類型呢 會 為什麼 因為叫乾身陰虛型 就是這種人常發生在晚睡熬夜 不管是工作或是追劇 那我們中心在講 是一個水火的平衡 身體裡面水跟火要平衡 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補水的時間 補陰的時間 那你不睡覺 水就會不夠 相對你的火氣就比較大 那想像我們人體 如果水不夠會怎麼樣 細紋 暗沉 就會跑出來 就老得快 對 那這種人乾身陰虛 他的代謝也會比較慢 所以皮膚也變得不好 人看得很老 很苍老 但又變得特別胖 這種人很簡單 大家想說水不夠就喝水 但是常常乾身陰虛的人 一喝水馬上就尿掉 因為他運作機能都已經壞掉了 所以要幫自己補水 以外要保水 那保水最好的方法 就補中一些膠質類的東西 動物性像豬腳 雞腳 這有膠質 魚皮這些 那植物性可能就像木耳 或這些蔬菜類的東西 都有一些膠質 重點只要補充一些膠質以後 你要去好好做運動 也會瘦下來 雅倫平常怎麼保養 像我之前我小時候 也都是一個水腫型的人 然後我的腿就是會比較胖 然後以前那個廠商都會嫌棄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代謝也不好 我很不容易流汗 然後再加上以前會有排便的問題 但是漸漸的年紀越來越長 就想說我要來保健自己 然後可是我們現在都外食族 就會高油高甜 高油高鹹高糖 然後後來是我的好朋友 他跟我說現在日本就很流行 一種超級酵素 然後它裡面是複方的 那裡面呢 在它有一個是大麥若葉 那我們就聽到 就是大麥若葉它就是可以讓你 有很棒的膳食纖維 因為我們現在蔬果啊 真的是攝取太少了 然後在這個之後的話 因為膳食纖維進去 可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要喝大量的水 然後但是大家聽到那種 這種青之類的東西 就想說那個口感應該很差 但是它很彩 它是做成像這樣子 那個錠狀的 對 它是這樣一包一包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 它是可以讓我們那個糖類 就是吸收比較低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樣的話吃下來 我覺得有很好的改善 可是很多女生就想說 這樣聽起來都是葉葉的 然後你想說那會不會很生冷 可是它裡面還有加的是 就是可以中和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過這個我們擔心 可以請教營養師來解決 對 其實在講 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成分的 一些功能之外 其實真的我們現在 在臨床上遇到很多女生 她來減重 她不是真的胖 她是水腫 那當然水腫可能跟飲食有關 包括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很多人喜歡吃一些生冷的 或者是不喜歡運動 甚至是現在要進入夏天了 很多人天氣溫度一高 她可能就沒胃口 她可能就會吃一些比較重鹹的 像泰式的 酸辣的這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你鹽分攝取過多 它會去抓水 但我們身體的水更難排出去 所以你吃的鹹你就會口渴 就會喝很多水 或者是有些人會喝手搖飲 但是這些水沒有辦法代謝出去 就會浮現在我們的下半身 呈現就是水腫 那水腫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胖 要去減重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那再加上現在其實外食比例很高 那外食我們都知道三高一滴 高油 高糖 高鹽 低纖維 所以也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一些 體重 體脂肪 甚至排便一些情形 而至於說跟亞倫剛剛提到 這個大麥若油 我相信有去日本逛過這種藥妝的 一定都看到對什麼 就是一定會有這類的一個產品 而至於說大麥若油 其實它主要的一個成分就是膳食纖維 對 那正好符合我們現代人 纖維攝取不足的一個情況 幫助我們 但是記得 含有膳食纖維高的東西 一定要搭配大量的水 它的一個功能才會展現出來 而第二個就是商業 其實講到商業大家都不陌生 所以要餐飽飽吃的 但是其實商業它裡面的營養價值 經過分析之後 其實發現跟我們很多常見的蔬菜 比較起來是更高的 像它的 那它的膳食纖維也很高 比我們常見的 都來得高 然後再加上它有多種氨基酸 所以其實不論是 現代人飲食失調 或者是要減重的人 做一些微量營養素的一個補充 其實都是一個滿不錯的選擇 再加上其實為什麼講到酵素 其實主要是因為科技的一個進步 可以把這個商業裡面的一個叫做 DNJ商業酵素萃取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專利成分 它研究發現它可以 像我們剛剛講 很多人喜歡吃蛋糕 他可能正餐都不吃 但是他在不應該吃東西的時間 他喜歡吃蛋糕 或者麵包 麵包最可怕 麵包 至於說還有一些手搖引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甜食 不是說甜食會對身體怎麼樣 而是說甜食它除了熱量高之外 其實它會導致我們血糖波動很大 那血糖波動大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在你不應該吃東西的時候 你會特別想吃東西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成分 幫助我們穩定血糖的話 其實當然你就比較不會 就是不該吃東西的時候 特別去跑去吃一些零食等等高熱量的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利用這些成分 來要再搭配飲食的調整 運動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運動也是很重要 其實我相信在減重的這條路上面 可以變得更順利 那當然其實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他平常很愛吃一些沙拉 三明治 他覺得說我不想要靠運動 我想要靠飲食來做減重 他就喜歡吃一些這種沙拉 就看起來聽起來好像熱量很低的這些食物 就吃了大概三四個禮拜之後 結果體重不減反升 他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後來他就去看中醫 然後做身體調理 後來中醫就說 其實他的體質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他的體質本身就 結果反而導致他的代謝變得更差 更容易水腫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吃 如果你這段時間都要吃 同類型的食物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體質 不然反而會把自己的身體代謝吃得更差 循環吃得更差 反而更難減重 對 然後我在吃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整個人的代謝 因為我以前非常不好流汗 就是我打一場網球都不會流汗 可是我現在我去 如果是去跳那個有氧舞蹈 大概五分鐘你就會開始流汗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改善 所以你代謝就變好了 對 代謝就變好 然後加上因為如果我們在外面吃 我都會這樣子帶一包 而且這個帶在身上 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我在日本那種 滿坑滿谷的那種青之類的東西 但是就是有大罐的 或是粉狀泡起來 味道很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定狀 或者小包裝就很方便 是 現代人的主動養生 用正確的方式來保養身體 做足功夫 諮詢醫師才能讓身體健康 更有保障 謝謝 現代人壓力大 經常暴飲暴食來發泄壓力 久了很容易造成壓力肥 今天教大家可以緩解壓力的 穴位按摩 叫做內關穴 內關穴是青包筋的穴位 因為緊張焦慮造成的 胸悶 心悸 胃腸不適 失眠等症狀 都可以藉由按壓內關穴 獲得緩解 內關穴在我們的手臂那一側 我們首先找到 我們手腕的橫紋 在河門的中央上方 兩吋也就是相當於 三根指幅的距離 在兩條筋的中間 這就是我們的內關穴 我們用對側的大拇指 去按壓這個內關穴 可以配合深呼吸 在吐氣的時候按壓 一邊按壓時下 之後再換另一側按壓 配合調息 可以緩解緊張焦慮的情緒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